团结政府的内阁部长 今天下午正式宣誓就职 那大部分部长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作计划 重新担任交通部长的陆兆福就强调 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共交通服务 尤其是频频故障的轻快铁 至于从国防部转到农业及食品安全部的 诚信党主席末号末砂部泽坦言 这绝对是首相给他的一大挑战 因为部门关乎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他会尽全力做好本分 首相纳多斯里安华昨天晚上公布28名内阁部长名单 众人今天下午3点在国家王宫宣誓就职 相隔4年之后再一次担任副首相的巫统主席 纳多斯里阿莫扎西是第一位从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手中 接过委任状的新内阁成员 他同时也是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 和他一同宣誓的是另一位副首相 纳多斯里法迪拉 也是团结政府的原产业部长 其余部长也相继宣誓 包括4名上议员 也就是内政部长纳多斯里塞夫丁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纳多斯里东姑扎鲁 外交部长赞比利 以及宗教部长纳都纳因莫达 2018年西蒙执政时期执掌交通部的 陆赵福如今再一次受委担任交通部长 他相信凭借在任22个月的经验 已经很熟悉交通部的结构和运作 不需要重新接受简报 可以马上投入工作 相较于陆赵福的认真和信心 从国防部转移到农业及食品安全部的 莫哈莫沙部就打趣地说 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首相派去管理食材 我们现在要求我们选择 默沙部就坦言农业及食品安全部关乎人民的日常生活 和国防部截然不同 他会勇敢地面对和接下挑战 同样关乎人民日常生活的 还有国内贸易及生活肺部 新部长纳都斯里沙拉胡丁阿育就强调 降低人民生活负担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 他会确保实现这项目标 团结政府的那个部长 共有22名乌裔和东马土著 5名华裔和1名印裔 其中5人是女性 我的佯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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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